你心中充满爱 不让生命受苦 这乃一切生命 生命电视与你 共同救护生命 苏食好主义 每位有创意各位菩萨阿弥陀佛 欢迎收看今天的苏食好主义 每到过年 过节到处都充满了 欢乐跟热闹的气氛 许多餐厅也都在推出 特别的餐点 但是出门在外 我们很难控制食材的来源跟口味 时常会吃到的太油 太咸 甚至吃得太过量 其实我们只要利用 市面上买得到的蔬菜水果 就能够做出非常多美味的佳肴 那在今天的节目 要为大家介绍什么样的料理 欢迎继续看一下 大家好 这次要跟各位介绍一个是硬食的这个不一样的年菜 这个叫做金盐绑 这个叫做金盐绑 因为过年大家都要讲一些吉利的话 要做个盐绑的形状 看这些食材有哪些呢 看这里 这个是五香豆 豆干 五香豆干 然后芹菜 香菇 这个是粉丝 然后有红萝卜 高丽菜 这个青姜菜 这个是豆包 白色豆包 最重要的是这个皮 这个大脏的水饺皮 这样就可以了 调味料有哪些呢 香油 一点盐 胡椒粉 这样就可以做出一个很好的金盐绑 你好 贾哥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欢迎头发 这次过年总是做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好像非礼莫俗 你很能做什么盐绑 做什么 港式的东西很会做萝卜丝饼 太厉害了 好 来 请你示范吧 我们今天来做个盐绑 金盐绑 贵妮嘛 其实它也可以讲是水饺 水饺的一种 就香不香 那你食材里面 我是加的比较简单的 我是里面加高丽菜 那现在我们是喜欢 喜欢颜色带进来 所以很多的 那我喜欢加绿色的蔬菜 对 因为觉得我们多吃一点绿色的蔬菜 对 等一下来包 比较好 那我先把这个切成末 好 比较好包 好 那我准备给你抓 那我们这个都洗干净了 然后切的时候我们就先切很细 因为细的话包起来比较好包 其实你说锅贴也好 金盐薄也好 水饺也好 其实实在是 料都可以同样的 它可以变化 对啦 可以一起都可以 对对对 看你 你料也不一定说一定要用这一些 我们今天就准备抓的 对 象征性的作品给大家看 你看爱吃什么都可以 对 对啊 这个节目也有多在国外 因为有国外的朋友跟我讲 所以我想有机会也来做一些比较为薄的食材 对对对 他们比较简单的 对对对对 目前我们做的就是比较我们台湾的料理 对对 以后有机会也可以 对对 让世界各国看到人都有机会学习中国菜 不错不错 好 好 那我们切好的薯薯嘛 放在这里 用这个来拌就可以 对 来 好 谢谢 切的这个末切得很细很棒 来 这些做鞋不少 好 再来 可以 再调一点 我们一样是 先把那腌一点盐 好 你筷子给我来拌好了 来在这里 这里好 这样不像话 这个一定高麗菜切好一定要拌一点盐 对 让它那个 没有拌盐去掉那个味道 其实这种青江菜要炒的时候 其实切这样最好 因为比较头梗 对 比较细 比较容易熟 而且切起来不会头都是吃头 对 我觉得切丝 前面切丝 这样非常棒 这个 非常的好 这个可以做很多种 我一直想哇 可以做成很多种 好 好 像这样可以的 嗯 好 好 可以的 把它放进来 好 把它放进来 嗯 对 把它放进来 嗯 对 好了 我们这边把它清理一下好了 这边有自己来把它 上去 还有呢 还有呢 把它清理一下 好 谢谢 我把它清理一下才不会看起来的 今天很多食材都要 都要切 切得很细 切末 所以要切得很细 时间会比较长 没关系 时间会弄得比较长 这个冬蜂一定要泡水泡过 对 冬蜂一定要泡水 没有泡水的话是不行的 泡水最好泡 让它有一点软化 那有的人说 之前我们有先泡过水了 这个是有泡过水 没有泡水都要太硬 包起来也会里面不洗 一定要泡到软 泡到软才可以 因为邱师姐她从来研究都是 不加什么调味料的 但是我跟你讲 你真的在自己家里做 你不加调味料 你不习惯还是可以加你自己的一点调味料 看个人的喜好 因为看个人的喜好 我没有泡水怎么会这么坏吃 你如果说你习惯加一点调味料 你也加一点调味料 像现在很多流行 它只会汆烫一下 什么都不加 也盐的都很少加 现在的健康理念就是 尽量吃一些比较原始的 什么都不加 你们喜欢种的可会可以自己加 自己加一点调味料 像豆皮一般都炸过的 我的理念就是 就是买白豆包跟我一样 我一向不大喜欢买炸过的豆 因为那个实在炸的实在是 要嘛就买回自己煎 煎豆包很好 但是买个人家炸的话 豆包如果拿这个没有炸过的 你可以吃到那个豆包的香味 然后它有好处就是它会连着 等一下我们包东西的时候 它会有连着力 你炸过的就 就没有连着力了 因为炸过已经定型了嘛 那这个白豆包还有一点点没有定型 看这不错 过来加个鸡盐煲 好 非常棒 好 再来切红萝卜 切一点点红萝卜 配个颜色 其实不只配色 连营养也加进去嘛 对 因为我说 那孩子都不爱吃红萝卜 对啊 不喜欢吃红萝卜 那你把红萝卜也加下去的话 你会觉得说 哇 颜色又看得到 又漂亮 对 因为这个 一看眼耳鼻舌身 他也看得到 哇 看得很漂亮 很好吃 对啊 这也是很要紧 其实无形中就把这些东西 已经带进去了 对不对 大家 泼泼颜色带进来 食物会看起来比较好吃 都看得很好吃 我不知道 眼睛第一个看就说 漂亮了 没办法 还是没办法说没分别心 对不对 真的 看得到这么多 都可以啦 颜色好看吗 颜色好看 好啦 还要包还要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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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要考虑的 因为这个时间不是在家里 你要做多久就做多久 还是要控制一下时间 哇 这个下去颜色就变漂亮 好 香菇 香菇可以用新鲜 也可以用这个 但是这种还是比较好的 这种有 干的去泡的会比较香 比较香 新鲜的是煮蚂蚁味比较适合 对 这种的话是真的是 这个干香菇会比较好 哇 这颜色很漂亮 OK了 好 换进去 好 换进去 好像量很多了 好 量很多了 可以 量很多了 我们加一点豆干 它的香度会比较好 要加一支红酒粉 对 要加红酒粉 这个菜也很简单 就是食材 就切比较麻烦而已 所以就是慢慢切把它做好 要拌均匀 让它水汽能够满 你没有把它切小小 你等一下不好包 不好包 好 这样就好 那个不要 这样够了 对 一个可以 好 这样就OK 非常OK的 这个可以家庭 这个家庭互动的好时机 对啊 可以 小孩 小孩 妈妈 家人 妈妈 全家人 假日来包个 金盐把来包个什么 一起学习 小孩真的很棒 我们过年做这个菜 就是让大家都 小孩大人就可以参与 对 这样无形中 小孩就学到东西 学习它好玩的性质 对对对 然后等一下说 这一根是我包的 那一根是你包的 有时候还会里面 藏不一样的东西 哇 这个很有趣 小的时候我们常常 礼拜天就是包饺子啊 做什么啊 让整个孩子 哇 那学习得很快的 很快的 好 可以了 加一点胡椒粉 OK 好 哇 这个太棒了 香味都出了 都是菜的盐味 都是菜的盐味 好 胡椒粉 好 胡椒粉 好 胡椒粉 我来加 你来看一下 看我会加太多 来 专家了 好 不要加太多 好 看要不要加香油 加一点一点 等它入味一点 刚才我们高丽菜有加盐巴 对 那些盐巴是不够的 不够的这么多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 你看着自己边这边看 看你喜欢吃多少的 好 来 谢谢你 好 换一栏 把它弄好 来 把它整理一下 我们所有的食材都给它拌均匀 然后盐巴 刚才那些是不够的 好处就是我们包好的时候 水饺盐饱都可以 把它撒好就是烫好了 你可以自己调味 看你要加一些姜末 五味酱 所以这个食材尽量不吃很重 很重口味 然后等一下外表 看你要辣椒要什么都可以 所以食材我们就尽量做比较原味 那比如说你要用汆烫的 对不对 那汆烫好的你也可以把它改成煎的 稍微煎一下并煎饺 也可以 好 更香 对不对 看你自己想要什么 就是我常常讲说 做菜其实是挤一反三 你怎么样变化自己去想 有时候给小孩想 有小孩可以做怎么样 就激发他们的劳力 那个这一集我们就是过年 所以我们等一下就来包盐饱的形状 好 好 那我们这一个菜几乎都没有加油 所以我们就把它加一点香油 对 那这些菜还没涩涩 好 那就可以差不多可以开始包了 把它拌均匀 好 好 可以了 对 好 那我们开始帮忙 我们今天我们就从这个水饺皮介绍好了 这不是水饺皮吗 这是馄饺皮 是 馄饺皮有薄的 有厚的 好 那我们今天用的是 馄饺皮的那个是薄的 好 这样吃起来皮才不会那么厚 才不会都吃到米饭背 才不好吃 对不对 那我先包给你们看 因为已经馄成有包几个了 对 因为我们时间不够 所以馄成已经包几个了 我们先从中间把它捏起来 好 涂一点水 对 然后直接这样把它包起来 好 然后这边也直接这样包起来 就直接就好了嘛 那我们就